嘿 走啊 七妹们 最近天气降温了 我都没有开空调了 起床 先把我的眼镜给戴上 最近的天气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这个洗了五天的被套 它都还没有干 太难了 今天是没有洗头的一天 所以我就戴了一顶帽子 好像是这个样子 看我们家笼笼 又在这里搁优滩 还在睡觉 最近你们出门一定要把口罩戴好哟 哎 姐妹们 路上偶遇这种树 你们知道是什么果子吗 它长得一个个圆圆的 也太可爱了 能吃吗 我只想知道 来了来了 姐妹们 一路赢着小雨 也阻碍不了我吃711 你们今日份的面店 你还上线啦 哦 姐妹们 这也太难思了吧 最后一份 这个新品酸辣冷面 给我买到了 安排 我超爱的黄桃 蓝绵酱三明治 今天居然打八折 必须安排 今天也是吃新商品的一天 我们来尝下这个 知识泡菜饭团 安排 天呐 姐妹们 我被这个颜值给美到了 这个甜甜圈也太好看了吧 还是他们的新商品 必须安排 最后呢 再来安排点关东煮778 真的百吃不厌 搞定啦 满蹬蹬的 回家路上遇到这个卤菜摊 我就走不动道了 这个鸡脚贼好吃 安排点 蒸活要有仪式感 再来楼下买两树 发发 这个茉莉老乡了 来安排一树 再来一树这一个 到家之后刚好牛奶也到了 来了 姐妹们 今日份的营业开始咯 今天我们喝的是苏打气泡水 这个气真的贼一足 蒸活的仪式感 倒在杯子里面喝 哇 超级的冰爽 第一个呢 我们先来吃下这个 梅菜饼 我真的可想念了 我特别爱吃烧饼一类的 看来是这个样子 天哪 它比较偏浙浆的一个做法 就吃起来的话会比较咸口 像这个饼的话 总体来说嚼劲就会特别的足 嚼得脑瓜嗡嗡的 最后再来一口 这个烧饼是真的香 那我们来吃下这个凉面 解解辣 这个凉面我总感觉被人偷吃过 因为量真的太少了 就跟我一小坨 它是这种荞麦面 我感觉这个面吃起来一般比较偏甜 再来最后口 它这个面的量真的太少了 但是这个面的话 它里面会有肉 总体来说的话呢 不太推荐给你们 除非你们喜欢吃偏甜口的冷面 再来吃一个烤翅 这个是我点的外卖可香 焦黄焦黄的 再来最后一口 可香 不知道这个新品饭团好不好吃 它是一个芝士泡菜口味的 哇 这个吃起来好好吃啊 如果还是拌饭的一个感觉 总体吃起来口感还挺清新的 最后再来吃一口 嗯 好吃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吃点关东煮吧 这个鱼饼贼滑 海带结 芝士泡菜蛋糕 芝士泡菜蛋糕 磨叶酸 再来一个锡汁大萝卜吧 一口咬下去会爆汁 我真的太爱吃关东煮了 最后呢 我们再来吃下这个甜甜圈吧 第一个 这个应该是麦芽美口味的 天呐 姐妹们 疯狂为它打扣 出乎意料的好吃 上面这个巧克力非常丝滑 入口就融化掉了 接下来呢 再来吃一个巧克力口味的 哇 这个吃下去的口感会有点干 但是我觉得 他们家的甜甜圈 真的不比外面甜品店卖的差 再来吃一个原味的 然后里面还会有奶油 nice 这个真的太好吃了 哇 我的妈呀 今天也是吃了打饱给的天 像这个甜甜圈 真的是超级推荐给你们 怎样好吃 好啦 姐妹们 今日份的满足呢 到这就结束了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爱你们哦